聖經金句 欢迎你姐妹 今天的聖經金句是上主 請使我的心靈與你保持和平 聖榮一生一篇二節 今天是聖女小德蘭的慶日 是全教區的主保聖日 我們這句聖經金句是非常合適 放在她的身上 因為她的心 小德蘭很講女性 很講感受、心情 於是她說使我的心靈與你上主 保持一種和平 即是時常有溝通 相通 沒有阻礙 沒有阻擋 如何可以這樣? 謙卑 把自己縮小 按下自己 或者看到自己原來就這麼小 讓天主成為自己生命的中心 這就能使我們的心靈與天主的心 深深相忍 不過小德蘭不是一出生就是這樣的 反而她雖然出生於一個很乾淨的交友家庭 現在她爸爸媽媽其實都是聖人 但是她小時候 媽媽在她四歲的時候就已經病小了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小女兒 這麼小時候沒有媽媽的愛 一定會有一些床傷 於是她變得很敏感 如我們今天的說法是玻璃心 人家小小的情緒會很激烈 也都是很執拗的 一些很執著的 一些很執著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最愛自己的媽媽 一個這麼小的小女兒 失去了 她當然想要捉住很多東西 尤其是其中一樣 其中一樣就是她兩個姐姐 進了加爾麥樂會 其中一個她做了院長 有些人研究她的生平 可能因為這樣 她就很想進去修院 跟著姐姐 因為姐姐好像媽媽一樣 她已經失去了媽媽 她不想再失去姐姐 這個愛呢 當然我們可以說 都很自然而已 但是要成長起來 要成熟起來 不可以是一種親人中間的愛 要成為一種慷慨大方的 要成長起來 要成熟起來 於是 小德蘭也有她掙扎 有她在自己種種限制當中 給天主的恩寵扶持 成長起來的經歷 特別她慢慢體會到 要將自己的愛放在耶穌身上 因為耶穌一早愛了她 她說是一個聖誕節的夜晚 她在天主的恩寵下 感悟到耶穌因為愛我 而變成軟弱渺小的嬰孩 所以我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弱小 這個過程之下 小德蘭為我們開展了一個 愛的小路 又或者叫做 神英小道的靈修方式 就是將自己 完全的 徹底的 信賴天主 交託在天主的手中 五角兄弟姐妹 讓我們重複這句聖經金句 求聖累小德蘭為我們轉土 尚主 請師我的心靈 願你保持和平 聖詠131篇二節